大家好 我真的是第一次站在焦點 認真的想要講九分鐘 但是我每次來都很認真的講兩分鐘 記起來也講了蠻多是九分鐘 因為我是一個創業家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認真的跟大家分享我創業故事 希望大家聽完我創業故事之後 對於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有一些啟發 然後也希望大家活得更開心 我的主題是玩出創意 那創業 因為我做的東西就是作業一開始 那大家只要有好玩的東西 有娛樂的東西都覺得 都會一個想到我 那所以就常常被定義成一個娛樂圈的創業家 那台灣其實真的蠻少人在做這一個 然後很認真去經營這些事情 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會被貼上個標籤 就像剛剛貼上個標籤說 做這個娛樂業是服務正業 尤其我又是一個台灣還錯學校畢業了 台大經濟系 可以叫我Aaron 可以叫我張雲哥 可以叫我阿松都可以 我1988年生 今年26歲出生在台北 是個天龍人 我是適當是中畢業的 我很喜歡我的學校 然後念台大經濟 對 然後呢創業三年 我從桌遊做到實境遊戲 再做到現在的網路業 然後我從一開始十萬塊資本了 到現在五百萬的年業的公司 那就想跟大家分享這一整段歷程 好 那我剛剛講說就是 就是為什麼會被貼標籤 做娛樂業很少 就是因為像我唸台大 我的第一篇媒體報導 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就是那時候博士生賣雞排 然後記者就找 想要找第二個博士生賣雞排 就找到我 台大生開桌遊店 好 所以馬上就跟博士生雞排畫上等 所以在台灣其實很多人認為 做娛樂產業這件事情 是很low的你知道 就是見不得人的 就是你怎麼唸個台大 可以去銀行上班去找去桌遊 就是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對 所以 但是我覺得桌遊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想跟大家非常認真介紹的東西 好 那其實桌遊是什麼 如果大家玩過的話 就知道大概就像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那它其實就是販子 可以擺在桌上玩的內容 像大風啊 烏弄啊 撲克牌啊 象棋 圍棋 馬將 都可以算桌遊 那我們現在講的桌遊 比較偏向是圖版遊戲 卡片遊戲 這些從德國來的桌上遊戲的範程 好 那我與桌遊的第一次相遇 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是大學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念一些大學 有念過大學的話 可能會知道說 我們有 我這個年紀的人 可能會常常夜蟲 好 那時候夜蟲都去哪裡了 就貓空上來喝茶 那實際上我實在想通過什麼要夜蟲 就是一群人半夜的睡覺 然後騎摩托車到很遠的地方 去做一件你在宿舍就可以做的事情 是不是在幹嘛呢 我們有去那邊打布克牌 而且還要花錢打布克牌 在宿舍可以打布克牌 還要花錢去貓空打布克牌 好 但是那時候大家大意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很樂於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講難聽一點 就是為了把妹 好 就是 這個畫面通常都是三個男生一個女生 不是在場就是很多男生 然後就為了那個女生 然後三個男生 就是都想要騎機車過來 最後就抽鑰匙 看抽到哪個誰 就可以載那個女生這樣子 對啊 那我大意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就是一直 一直想要把妹 然後呢 一直衝到發風區 一個禮拜去兩三次 然後 玩布克牌玩久了 每個禮拜去兩三次 每次玩布克牌都玩大老二的心臟病 久了就膩了嘛 所以就開始有男生 很積極的找出心梗來 那時候就桌遊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開始有接觸桌遊的東西 然後開始了解桌遊的遊戲規則 然後怎麼去玩 怎麼去帶戲份這樣子 好那 後來我回來 就是大二開始 漸漸不玩桌遊 不沖 不夜沖的時候 我們在宿舍玩桌遊 因為宿舍不方便帶女生回來玩嗎 所以我們就想要說 欸 怎麼還要一直圍繞在女生上面 但是事實上真是這樣子 就是桌遊是一個很好的人際互動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想說 如果要認識新朋友的話 或是 就是認識新的學妹的話 就是總是要去那個桌遊店 那去桌遊店的時候就想說 好 那我要找個店要玩桌遊 那就去桌遊店 那時候我對桌遊店想像就像這樣子 哇 你看哪有哪有你很開心 多桌遊店這樣子 然後玩遊戲 然後有喝個飲料 然後呢 遊戲很多啊 旁邊哇一層 然後買舒適的坐在沙發上 這樣子很開心 然後大家都蠻開心的感覺 那這是我那時候想像 那時候我就很開心 然後說好桌遊店 然後就查 然後就查到台大附近 有一家桌遊店 然後那個名字叫做魔窟 那我那時候一開始想到魔窟 那我那時候一開始想到魔窟 想說 嗯 這個名字聽起來就不太對勁 但是我想說好啊桌遊很多那種傳奇史詩主題的嘛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喜歡那個主題的老闆 所以就取了一個跟那種魔界很像那種電影 那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然後後來結果我就 ICV21大群人 那十幾個人就說 好 我們去出發前往魔窟玩桌遊喔 然後我一到那時候就傻眼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就一進去看門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大家情緻一模一樣 好 因為什麼叫魔窟 我不是說玩這些人不好 只是說他們不是在玩我們一般人認定的人 我老公認定的桌遊 他也是一種桌遊 但他特別局限在那種像遊戲王那種 然後魔法風雨混 這個我剛說也在玩 所以我很熟悉 這個真的很好玩 但是就跟我那時候理解不一樣 因為這只能兩個人玩 好 所以就是跟一般 我在玩的桌遊有點不太類似 好 可是裡面就都沒有人要理我們 然後大家都是在對戰這樣子 說完也是啊 我這邊兩個放一張地牌這樣子 然後呢 得到什麼能量點之類 然後我叫我召喚一張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都沒有人 連老闆都不理我們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很沮喪 然後我就這一次經驗之後 我就下次找桌遊店 我就想說很認真找 然後後來我就找到一家桌遊店 然後它叫什麼什麼工作室 我已經忘記名字了 然後我想說好 就這一家 這家什麼工作室聽起來 這專業應該也不錯 桌遊應該很多 然後我去了以後呢 然後就找到一個人家 好 好 我去的時候真的這樣子 就是我站在那個人家 我那台約了 這是他的宿舍吧 這是一個人家 好 我去去以後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找的照片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拍照 那時候我們十字尾手機不流行 所以我是找完就這樣照片 但是實際上比這個還慘 因為它這個還是有個小桌子玩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在他們家的餐桌上玩 那餐桌就是大概一個大 這樣的幫桌這樣子 然後就在餐桌上玩 然後他媽媽就是還在旁邊煮菜 然後就說欸 給我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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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進去就付50元的場地費 清潔費 他說清潔費 然後就停在那邊 然後就吃他們的 吃他們家的菜 然後他們家的桌遊這樣子 好 好 那時候桌遊店的概念是這樣子 然後以前桌遊店 沒有人把它當成一個事業來經營 大多數是人 我家裡很多桌遊 然後我是一個桌遊的玩家 所以我覺得桌遊幫家裡 好多人都沒有陪我玩 很可惜 我這樣講話會太快嗎 我有在訓練 我講話慢一點 然後我就找了一群人來我家 這樣子玩桌遊 然後收一點清潔費 就是桌遊可以最早出現 所以以前都是這樣子 我們都是在人家家裡面玩遊戲 對 好 所以呢 這整件事情呢 就給我了一個契機 然後我就覺得說 呃 就是它可能是一個 一個生意的模式 然後隱隱一個月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以前玩桌遊的時候 除了在這個不好的環境下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所有事情都要自己來 我們以前看去桌遊店的時候 沒有人教我們玩遊戲 那那時候一盒遊戲這樣子 嗯 去的時候五個人 就一個人拿一盒遊戲 打開來以後呢 就一個人開始先給 就一個小時的說明書 哈哈 我們五個人 五個人各看一盒 只要你看懂了 你就舉手 欸我看懂了 我教大家我來 然後就開始教 因為沒有人會教你玩 然後就比如說我跟阿鳳 還有TERRY 我們三個去 就我們看三盒 我們今天就玩這三盒 玩完了以後 就誰先會誰要 那在我的過程中 你也不能休息 因為你還沒看懂 所以你們繼續看 所以等一下就換你了 這期大家玩了 不認真 就說等一下 我看完這一段了 好好換我了 好 這是我筆記 對就是大家都在認真看出 欸我們很想要玩新遊戲 大家都想玩新遊戲 所以大家都很認真看出明書 你也不會去怪人家 就是不專心 因為我們都想說 欸你等他看懂你還要去玩你的 這個好像不是很好玩這樣子 對好 所以以前都是自己來這樣子 好 所以這整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很荒謬 所以他就在我的那個 欸 好 他就在 欸他就在我心目中種下了一個希望的種子 這樣子 這一個真的是希望的種子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說 這件事情隱隱約約到我心裡有一個影響這樣 好後來我就一畢業 那我當兵 就 就過了一段當兵的意思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真的沒有時間講當兵的事 超精彩 我當兵很精彩 那我當兵的過程中 然後體會了一些人生的道理之後 我就覺得要出來之後可以創業 好我就決定以桌遊為我的第一步 然後我那時候呢 就針對台大去做了一個調查 因為我是台大的嘛 所以我想說好 台大這麼多人玩桌遊 做這個調查應該 算是一個比較 因為我想說服我的親朋好友 所以我想說做一個 這麼多人玩桌遊的調查 應該 比較 比較樂觀 然後就是 以桌遊來講應該比較樂觀 好所以我就針對台大300個人做個調查 然後我就這樣說 到底裡面有多少人 聽過桌遊 像你們今天大家都聽過了 就聽過桌遊就好 只有100個人聽過 那時候是2011年的時候 只有100個人聽過桌遊 好那我就說 那你們聽過桌遊 那你們實際的有玩過 這聽過不算 你可能還要玩過 只剩下 玩過的人只剩下 好30個人 好 然後呢我就想說 好那沒關係嘛 那你玩過桌遊 就不錯了 至少300個人裡面有 10%的人玩過桌遊 那我就問說 那你們去過桌遊店 然後呢 10歲後只剩下3個人去過桌遊店 好 所以我就任性了這件事情 就是哇 真的很少人耶 只有300個人 只有3個人去過桌遊店 那如果 這300 而且我是問過去一年喔 所以你說說 如果我這邊還帶有3萬個人 也就是說 接下來一年 只會有300個人來我店裡面 一個就要付我 1000塊我可能都付不下去 對 所以我就任性了這件事情 發現說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就放棄了嘛 就是這個生意什麼好做 我這邊想做 我覺得任性的事情就是 好 在哪裡做都一樣 在台大做也沒有比較好 在哪裡做都一樣 所以我就決定 走出台大 因為台大的附近的店 房租很貴 所以我就決定去找一個 很偏遠的地方 去開那桌遊店 因為我的重點 就不是那3個人 而是剩下 都不知道桌遊 也沒去過桌遊店的 297個人 他們為什麼不去 他們為什麼不玩 所以我就把我的目標 轉移到說 好我不在我的母校旁邊 開桌遊店了 我決定要去一個新的地方 去開拓新的市場 所以我就來到了基隆 那時候我 我來基隆的時候 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是基隆人嗎 你為什麼去基隆開店 你老家在基隆嗎 你外婆是不是基隆啊 你阿公是不是基隆 你一定要問出個理由 你要去基隆的原因 後來我都很煩 我就直接跟他說 沒有啦 因為我很喜歡基隆夜市 那我那時候開店的時候 基隆是一個愛心 如果大家熟基隆的話 它是一個愛心 以基隆港為愛心的那個凹點 它是一個愛心 我就開在愛心的 這一半的最上面這裡 就是必殺魚港的地方 好大家等一下 沒有什麼印象 可是你們一定聽過這裡 好我就開這個旁邊山上 為什麼開這裡 因為這邊是海大 然後海大的旁邊 後山就是他們 數學生宿舍很密集的地方 因為它旁邊全部都是海 所以沒有辦法蓋宿舍 所以只要蓋在後面山上去 好所以那邊有很多宿舍 我就開在那個宿舍旁邊 一開始覺得 就是要做學生的生意 好然後呢 這我一開始的店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 就是有落地床點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有落地床可以省油漆 因為油漆就不用漆嘛 對 很划算 所以我就找到落地床 然後又很好看 所以大家就覺得 我都非常漂亮 然後你又不用掛畫 又不用 什麼都不用 就是直接 很正常這樣就好了 然後那時候 是整個是佩霧 就是它天花板都沒有用 然後我就 發揮了我在附中的時候 學到的那個土 木工 水電的機能 我在附中的時候 我做那個壁無壁點 日殺附中就是很高剛 就是做壁無壁點 然後搞的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 畢業無壁 蓋一艘船 然後弄了什麼東西 弄了瀑布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就學了很多木工 然後我就開始 就是被自己裝潢 然後我就自己去買 什麼批圖啊 油漆啊 就批那個電話板 就把那個電話板 批成就是白色這樣子 然後重慮油漆 然後掛成這樣 如果家裡有需要 還要找他 我真的可以 可以做裝潢 然後我就自己來 其實滿有趣的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以前你會覺得 你學什麼東西 高中的時候他說 你這個做的有什麼用 你幹嘛去跟人家玩 就比5B 得不好念書 那我就很感謝那時候 我因為這樣子 至少省了 我創意到現在 就省了一百萬 就是我都沒有找人家做裝潢 我全部都自己來 好 然後然後 然後這個就做了這個 這個這個東西 然後慢慢的就是 自己禁貨啊 那時候為什麼選基隆還有原因 就是因為我的代理商 在基隆都沒有任何的店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我沒有錢 我那時候只有 只有十萬塊 我就說我沒有錢付你的那個 桌有錢 我付完那個房租跟定金 就只剩七萬塊 我還買桌子跟椅子 我什麼都買不起 所以我就說 你最好就是遊戲先給我 我之後半年再給你錢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就說 因為我去基隆幫你拓展你的那個新市場 都沒有任何一家店 所以我第一個踏進來這邊 總要給一點bonus 他說好半年 就是半年以後再結貨 然後代理商是德國人 我代理商是德國人 是一個德國的外國人 然後他就很好 他就說好 就支持年輕人 然後我代理商也真的很酷 我故事真的很好 很悲哀 他就是 我第一次遇到代理商 我代理商就是 我們代理商那天他早要簽約 早要簽約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說 那很好笑 你再講一下 然後要簽約 就是要簽說 我經銷多少折 然後每天跟你進多少貨 然後我們就說 好要簽約了 很慎重 就穿得很好 他就問我們答應 他就說 那我們約半夜三點好不好 我說為什麼約三點 他說因為他要送貨什麼 很忙 我就說好 好嚴謹 就是到半夜三點 還要再談公司 我就心目中很嚇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創業家這樣子 然後我就跑到一個德國人 然後後來他就 他就去那裡 他說約約你們家附近的摩斯 24小時 然後我們家摩斯 跟我那個時候朋友們 就在等那個外國人進來 他就穿了一個那個 那個漢衫 然後配一個那個 那個吊帶褲 外國人還要穿吊帶褲 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穿著 然後走進來 走進來之後說 嘿哈囉我是悠悠 很高興見到你們 來我們先玩一點 先玩個遊戲吧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就等他騎三個桌遊 就到桌上去開始玩 然後玩玩玩玩 然後就說 玩玩玩三個遊戲我就想說 他就是喜歡桌遊會友這樣子 然後玩玩他就說 我說那悠悠 那個要不要簽約 所以我今天忘記帶你簽約的那個 他想說 我半夜三點跟你來摩斯這邊 玩了一個小時的遊戲之後 你跟我說你忘記帶你簽約了 然後我就很無言 然後我想說 好所以我們就 他說沒關係啦 本證之後還會從常見面 到時候再簽 三年過去了還沒簽約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簽約 然後一直就這樣做下去 所以我覺得 德國人蠻厲害的 他們很相信 就是這種誠信的問題 他就覺得 不簽約很差 然後他也相信我 我也相信他 所以我們就一直維持這樣子 就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做下去 然後我就進了一堆貨 然後這些貨就是 對在我家這樣子 然後就一開始都很倉庫 對 然後後來我就把我店 都弄好了 就弄起來 然後其實都很簡單 很簡單 這個東西我跟你講 不要看他漂漂亮亮 打開就是板斗桌子 對 然後我把那個 這個板斗桌的腳 拆掉裝成一剃啊腳 然後就桌布蓋起來 看起來就很漂亮 對 然後就是很多東西 就是那時候自己想說 啊就是這樣 店小小的就設計 然後也沒有用什麼 也沒用什麼錢 就十萬塊也沒搞定這樣子 好 然後就是一個店 就好像做好一個店了 那其實我就常常跟你講說 其實開店 真的要很省也可以很省 然後你其實不用花很多錢 你可以做到年OK堪用 我沒有覺得這個店很好 但是就是他OK堪用這樣子 好 那對於學生而言 他就蠻足夠的 然後店開了以後 我每天都只賺一百塊 那時候開門然後就 每天出來店裡面 然後一直想宣傳啊什麼的 然後就捨一張一百塊 我只要收到現鈔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他都是零錢 那是丟零錢 然後都沒有 都沒有人丟一百塊的鈔票 然後只要丟一百塊 你就覺得收到第一次收到錢 所以收到就是 你真的有人 為了你的服務給你錢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開心 可是一百塊永遠不夠 我買一百塊才三千塊 我光房租就要講一萬多塊 然後就不夠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然後我就想說 想到在那個 那時候那個海邊 都很多這種行動咖啡車 然後我想到行動咖啡車辦法 我就扛著作用 然後說沒有人要來我店裡沒關係 我就扛了一百個作用 直接用IKEA袋子裝起來 就走到學校裡面去 然後就直接去敲他們社團們 然後進去就說 欸不好意思那個 你們是那個海洋服務社嗎 那我 我是附近的一個店家 我跟你玩幾個遊戲 然後他們就傻眼 然後我就一直把遊戲拿出來 我說這遊戲很好玩 真的你要不要我玩看 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來 我跟你講這個規則就是 你等一下骰個骰子 你先骰骰子 對骰骰子 骰骰子 好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子 把桌油帶進去 然後玩一玩一開始之後 一桌 然後後來就越玩 然後他們就一摳朋友 所以我跟你講現在有個很奇怪 人在這個身段 他帶了很跟我玩遊戲來 然後你要不要來 然後就從五個人 玩到變成四十幾個人 然後我就發現說 這個渲染力好強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結束的時候 我開始發明片 他說那個我們在附近開店 他說你下次還不要來 我說下次可能沒空 你們可以來店裡面找我 這樣子 然後我就就是用這個方法 然後一直 一直宣傳我的店 然後宣傳到最後 最後就變成 那個海大學生會 找我到他們學校的禮堂 就辦這樣的活動 就是給全校的學生玩 就是我們就帶座了去 海大的禮堂 然後大家就可以 一起來那邊玩遊戲 對然後就 一直演變起來 然後我們就在海南大學那邊 打出了一點鈴聲 然後就 生意就今天好起來 然後就漸漸走到公館 然後就回到我的母校 然後就開了我第二間店 大概在一年以後左右 就是從我2011年11月 到2012年11月開第二間店 然後2013年的6月 再隔半年 就再開了第三間店 在東區那邊 好 然後我就很密集的 連續開這些店 然後又我就覺得 我要連鎖的那個思維去做 所以我就不想說只開一間 所以我每間店都做了一些調整 然後做了一些客群上不同的定位 好 但是那時候呢 好像找了很多員工 就是每一個店都請了 大概店長啊 公讀生啊 那是我們員工 中秋節聚餐的時候 在我們店的前面 好 然後後來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那個石頭掉下來的 好 大家如果記得那個大巨 基隆巨石掉下來 一掉下來之後 旁邊人家麥當勞過一個月就倒了 然後旁邊的壁紮雨桿全部都倒掉 然後我們店也倒了 對 所以這件事情就影響我很深 因為那個事情 那個石頭掉下來之後 所有的路都不能走 所以那邊學生都不會上山 就是以前海大學生下課就會上山去 那宿舍也會玩玩 然後再下來 然後石頭掉下來之後 那邊都不能通行 所以都沒有人要走 然後大概 那個路修了大概兩三個月 然後坐後不住 然後原本呢 你列額可能就直接掉了 百分之九十 對 所以就連續兩三個月 就一整年 直接是從 可能賺二三十萬 別人虧二三十萬 好 那時候又獲不住 然後那時候又開店開開 我一年半間開了三間店 然後就是沒有 完全沒有算那些儲值 只是覺得有現金就開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現金很多 我常常跟朋友笑說 我有時候在我櫃子裡打開來 然後就發現四十萬的現金 就是 你那個錢 有時候拿回來 一袋一袋一袋 就純都沒有純 然後就放在那邊 因為很難整理要結帳 然後你下次拿出來檢訪 都放到哪家店 沒有我都放到我家 因為我店長會收錢給我 然後我收完以後 就要點起來很麻煩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櫃子裡 然後可能放兩三次 因為拿出來怎麼這麼多 都沒有存 要費薪水的時候才拿出來 好 後來我店就倒了 然後我就 就把店搬到基隆的市區 然後呢 就做了一些調整 因為 我那時候就差點 就是一經營不散 就差點一致 是要整個三間店 全部倒掉 然後我就很認真 開來思考說 我是缺經濟的 怎麼可以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整個現金流都 都顧不好 所以我就很認真來看我的數值 好 那時候我就發現說 我們店一天可能兩百個人 四十個人店 然後三十天 理論上可以賺二、四萬 然後扣到這些房租水便 應該可以賺很多錢啊 可是為什麼不行呢 原因是因為 這三十天可能只有十五天 是真的這個狀況 甚至可能只有八天 是這個狀況 就是每天都四十個人 然後兩百塊錢 所以如果真的這樣算起來的話 你可能一個月只能賺六萬四千塊 扣掉你的收入成本 幾乎都沒有賺 所以我就發現說 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看起來好像收了這麼多錢 可是其實我的支出很多 而且我看起來 我以為我生意很好的時候 其實只有少數的天數 有這樣賺錢 所以我就去研究這件事情 發現說只有家喻很多人 其實平日的人都很少 那每個月也有很大的落差 有時候 一、二月的時候很好 三、四、五月的時候就很差 然後到十、十一月的時候就很差 十二月的時候再慢慢起案 我就認真的看了我 兩年整整的財報 才發現說 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在十一月這種時候 就是遇到那種很嚴重的問題 就會差點 現金轉播過來就會倒掉 所以我就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好那我要改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從哪個地方下手呢 好我就要從這個地方下手 因為呢這個 大概不能改而已 你的店再怎麼大就四十個人 還有這個地方可以下手 所以兩百塊 如果變成三百塊 那就可以賺多一點 三十天如果可以變成六十 就是八天可以變三十天 就可以賺多一點 再來就是房租如果可以降低一點 就可以賺多一點 因為人事跟水店 大家都會幫他改變 好就從這三個點下手以後 我就發現說其實就是 就是餐飲店很常見的客單價 還有閒置的時段分離的成本 只要改善這三個點 所有人都可以成為經營大師 好所以客單價呢就是 大家想到的 所以我們就要提出比較好的餐飲 有那個比較 比如說你賣一杯紅茶 只賣三十塊 你賣一杯Mojito 就可以賣一百五十塊 那其實成本Mojito 比紅茶還要低 對還有他就是加了 加了香草 加了那個薄荷葉的汽水而已 對好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成本不高 然後我們想要賣一些 看比較精緻的餐飲 就可以讓 就可以讓你的客單價變高 然後閒置時段 你就要辦一些活動 像我們就辦啤酒會 辦像焦點那樣子 之類的一些活動 希望可以把 把這個閒置時段彌補起來 然後成本要怎麼下降 你就要找一些比較偏遠點 可是這些偏遠點 又要打中你的客群 像我們就在 直接運中校燈化站 步行約十分鐘距離 要過失靈大道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可能會有 大家今天要走中遠到這裡來 可是實際上會發生的情形 就是市民大道這邊 因為有很多餐廳 所以大家其實都先過來這邊吃飯 吃完飯之後再來我們店 那就只要走三分鐘就到了 因為我們的客局 很多都是吃完飯後的聚餐 吃完飯後的續攤 所以都會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距離就不會很遠 那回去我就不管他了 反正他來的時候願意來就好 對 所以就是 就是有時候這樣子 其實你在一個很偏遠點 成本很低 就 我跟大家講一下 每前進100公尺 租金大概要上升 5000塊 所以這樣子大概是800公尺 所以就是要大概上升4萬塊左右 對 所以這是一個大概成本的概念 好 那日營業額 活動跟產業就可以 就可以cover掉這些問題 後來我就進到App Wars 我就發現說 剛剛那些客單家 還有辦那些很多活動 我就認識很多像阿楓這種人 我就發現說 欸 活動是有搞頭的 所以我就想說 大家辦活動都要找場地 那我自己就是一個場地的所有者 我要怎麼樣把我的場地 曝光給這些人知道 那阿楓約來我的場地辦活動 我發現很難 因為沒有場地這麼多種 然後沒有一個好的平台 可以把這些資訊 開燈上去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叫做Pick1的平台 然後把這個平台呢 上面可以依據所在縣市 你的需求 還有你的人數 可以搜尋出你想要的空間 好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有什麼咖啡廳給包廠阿 有一些專門給活動空間阿 有一些教室的空間 那你搜尋完以後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 就看他詳細的照片 跟方案內容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讀訂閱 像這個就是一個空間 他可以看他的價格是多少錢 可以容納多少人 那有什麼設備 然後可以用的時間 跟他的地圖 如果你覺得很喜歡 可以在線上就直接預約 對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子的 商用版的Airbnb 希望可以讓想要辦活動的人 可以很方便 希望可以讓我們這些場地組 可以輕鬆的接觸到 想要辦活動的人 把我們場地的閒置時段 可以做更好的利用 好 然後所以我最後就要分享一下 我創業的觀念心態 我超出時間大概一倍以上了 你要多攪兩倍 好 等一下 我已經翻了焦點卡 可以無限次參加焦點活動 所以我翻焦點卡的原因 我都會超出時間 所以時間控管有點問題 好 我想讓大家思考一下 三個人 公務員 上班族 有一個創業家 這是我在創業以後 大家常常會問我問題說 為什麼你想要創業 然後我就會回答說 你這三個人的生活型態其實差很多 如果你是公務員的話 你可能可以在 先說我沒有覺得這個好壞 這是每個人選擇的不太好 我老爸就是公務員 我老爸就是公務員 對 好 我老爸就是在學校教書的老師 好 那公務員的生活就是他很穩定 每天然後會有一個很好的退休計畫 然後可以預定做到什麼時候就可以休息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不用再繼續做事 然後每天的休閒時間跟工作時間可以分得很開 那上班族也有兩種 一種比較清閒的上班族 偏向公務員 一種可能比較偏向創業家 比較辛苦加班的上班族 那他也是有一定的休閒的生活 一定有工作跟生活之間分開的 那當然也有創業家 他創業的時間很長 工作時間很長 基本上像阿峰 他可能沒有休閒時間 有蠻多的 蠻多的 對 但他的休閒時間你覺得是休閒人 其實你覺得都是工作啦 之後他自己覺得是休閒而已 像他覺得他現在在休閒 他其實他在工作 所以像創業家就很常會有這種情況 像我也覺得我現在在休閒 但你可能覺得我現在在工作 所以就是他會有很多時間是那樣 那這些東西的差別在哪裡 對我來看來 他其實就是一種生活態度 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就是看你選擇哪一種生活方式 你可以有自己很舒服的時間跟空間的利用 但你也可以把你的工作填滿你的生活 但是你喜歡哪一種生活方式 喜歡哪一種生活態度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呢總結起來呢 就是他是一種lifestyle的選擇 就是你如果覺得你的人生要這樣過 那你就會在這樣子的位置 待得很舒服 待得很快樂 那除了這個 就是我剛剛分享那個環遊世界的故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把環遊世界 這個例子記在心裡 就是如果你發現說你現在 你的目標 是環遊世界 可是你現在處在這個位置 讓你 讓你活得很不痛苦很不快樂的話 那我建議大家 就是你要環遊世界不是一個目標 然後他是個狀態 你盡量把自己現在可以身處在那個狀態 你就已經不完成你的目標了 對 所以希望你去仔細想想看 你想要達到目標 到底他的狀態應該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在現在 就做到那樣子的狀態 好 那再除了創業值 然後呢 再來就是你怎麼知道 你適合公務員 還是創業家 還是上班族呢 我希望大家有很低手的體驗資訊 因為像我自己以前當過公務員 做過公務員性質的工作 做過商班族性質的工作 然後也做過創業家的工作 我流利的一般之後 我發現我真的比較喜歡創業家 這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才選擇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真的體驗過 其實你沒辦法用想的 就理解那些人 他的生活方式是什麼 所以很即時很 很直接的體驗 好 那到底要怎麼開始呢 就大家可以看 我是那個 那個Ling Stop的信奉者 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是我在做整件事情 我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我就從一家集中小小的店家開始 然後去try 然後不斷的去改我的model 然後做出最後的一個 就建議大家可以看看這本書 如果你覺得 你可以接受這樣的想法的話 然後 還有就是你要找一個很好的team 跟著你起奮鬥 然後呢 你要去承擔所有的風險 你要去評估你的風險 到底多高 我一開始就評估 我絕對不能借錢 所以我只準備10萬塊 那10萬塊花完了 我就回去上班 那這是我的風險 然後你要知道你的TA是誰 你的TA是學生 你的TA是上班族 你的TA是喜歡用餐完以後 來續攤的客人 你才可以知道 你要怎麼去打動他們 然後最後呢就是 你要有一個很小的 可行性的產品 就是你要趕快 像我做出的基隆店 只花10萬塊 就做出了一個店面 然後它是非常快 非常 非常簡單 然後非常 非常 規模非常小的 然後最後呢就是 數字不會騙你 所以像我就是一開始覺得數字 就是不重要 所以就吃了很大虧 數字其實不會騙你 然後不斷的去改 不斷的去修正你的model 最後你就會成功 那送給大家一句話 是我爸20歲的時候送給我的 我爸在我20歲的時候 不是我爸20歲的時候 我爸在我20歲的時候 我爸在我20歲的時候 送我的一句話 他說多做一點 不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這句話啊 也是我在阿峰身上 看到很多 所以我常常被阿峰感動 他那次買那個大人 那個BBシュー的時候 我在旁邊差點落淚 他真的很感人 那個人直接握著他的手 就說 我今天這 他不是說 他講得很沒有感情 他就握著他手說 就是我今天在這裡一整天 就為了你 就值得了 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他不是說什麼 我就等你這個人 感覺好像賺你這四百塊一樣 不是那麼沒feu的 他就說 我今天一整天 等你這個人就很值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做一點 不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 大家會來到這個場合 會在這邊聽我講這些廢話 就是 你們也有一些想法 對生活有一些熱情 其實你們還有很多能力 可以去幫助更多人 那下面是我的聯絡方式 我很歡迎任何一個人 加我Facebook跟我聯繫 然後打電話給我 我反正熱情去 去跟大家聊天的 好 謝謝大家